好 接着往下来 看第五个内容 抵押权的顺位 在同一个财产上 如果设定了多个抵押权的情况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以上的债权人 他们的抵押顺位是如何排位的 首先 如果有登记的 有没登记的 没什么说的 叫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 这块一定注意 他不看合同 如果未登记的抵押权 是先签的合同 已登记的抵押权 是后签的合同 那也是已登记的抵押权 有限 这个主观题考点 好 接下来第二个 就是如果说大家都登记了 那就没什么说的了 看登记的时间先后就行了 那如果大家都没登记呢 都没登记的话 这一块不看合同 是直接按照债权比例 这一块是客观抵抗点 均未登记 我们是没有办法依据登记 来确定抵押权的先后顺序的 合同这个东西是不能看的 因为合同这一块有可能被修改 是吧 比如说老赵跟老侯和老高分别借款 那跟老高的借款合同在先 跟老侯的借款合同在后 那两个呢都有抵押 抵押合同的顺序 也是老高的在先 老侯的在后 可是到期无法偿还债务的时候 抵押财产就这一个 老赵就跟老侯说了 咱哥俩那是什么关系 是吧 那跟老高的关系强多了 我这个财产如果说 让老高先拿的话 如果要看合同 让老高先拿的话 那你就不剩什么了 干脆咱俩人把合同偷偷改一下吧 我把这个合同给你改的比他先 让你先收场 老侯说那没问题 咱俩改一下吧 你看 这是不是说改就改了 所以法律不可能认这种东西的 因此一定记得啊 如果抵押权都没登记 我们直接就按照债权比例 不看合同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顺位的变更问题 如果大家都是抵押权人 那我们都知道权力是可以放弃的 当然权力的顺位也能放弃 但是你一定记得 你只能放弃你的权力 你不能放弃别人的权力 对吗 所以就有了这个规定 说抵押权人可以放弃抵押权 或者抵押权的顺位 而抵押权人与抵押人 可以协议变更抵押权顺位 以及被担保的债权数额等内容 但是抵押权的变更 未经其他抵押权人书面同意 不得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的影响 能够应对案例型客观题就行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老赵呢 跟老高 老猴 还有二秃子 三个人 分别借款 借款的金额是200万 400万和800万 老赵呢 是债务人 这哥仨呢 是债权人 那老赵呢 以自己家的房子 分别办理了抵押 房子不动产 抵押肯定是要登记的 对吧 那么在都登记的情况下 按照抵押登记的顺序 老高是第一顺位 老猴是第二顺位 二秃子是第三顺位 所以如果老赵到期不能偿还债务 我们正常情况下 对抵押财产进行依法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一共只有800万元的基础上 那老高可以获得全部清偿 老猴可以获得全部清偿 但是二秃子只能拿到200万元 然后呢 然后呢 老高呢就跟老猴商量 说老猴啊 你看咱们哥几个都是发小 是吧 这个咱俩呢 是吧 少拿点多拿点 差点钱也无所谓 二秃子 把整个身家性命 都搭上借给老赵了 是吧 这个媳妇天天跟他打架 闹得妻离子散 马上就要家破人亡了 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 这么着我想把我的这个优先收藏的权力啊 这个转让给二秃子 是吧 让他变成第一顺位 你同意吗 老猴说那行吧 我也同意 这种情况下 那二秃子就可以就800万元优先收藏 他第一顺位 老猴还第二顺位 老高还第三顺位 但是他们俩都不能获得收藏了 对吧 因为没钱了嘛 对吧 所以他们俩的债权就成为了无担保债权 那如果老猴不同意呢 老猴说了 你这个 好 穷则独散其身 达则奸继天下 是吧 你奸继天下 那是你的事 你别拉上我 是吧 我没钱 所以如果老猴不同意的情况下 老高他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力顺位 所以二秃子还可以成为第一顺位 但是没有经过其他债权人的同意 你不能对其他债权人造成不利影响 其他债权人老猴按照正常顺位 他的400万元是可以获得全部清偿的 所以这一块虽然二秃子排第一顺位 但是老猴的权力也要得到保证 那二秃子只能就400万元优先收藏 老猴可以就400万元优先收藏 这个东西知道就行 往下来 第二条 说债务人以自己的财产设定抵押 抵押权人放弃该抵押权 抵押权顺位或者变更抵押权的 其他担保人在抵押权人丧失优先受偿权益的范围内 免除担保责任 但是其他担保人仍然承诺提供担保的除外 就这一条摆在这个位置呢 其实有点早 其实有点早 那正常的我们应该是把抵押也讲完 把合同当中的保证合同也讲完 翻回头来再说这一条 大家就理解了 但是呢 毕竟今年的物权在合同的前面 所以这一块提前出现了 因此我们就得把背景给大家交代清楚 背景交代不清楚 这一条你没法理解 它的背景来源于共同担保 所谓共同担保 指的是人保 加物保 就是既有人保 又有物保的情况下 那我们要看这个物保 担保物是由谁提供的 如果担保物是债务人自己提供的情况下 这一块呢 作为债权人 他在行权的时候 他是有先后顺序的 他要先就该物的担保去实现债权 不足清偿的部分 才能去找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他是有这样的顺位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 老高呢 欠老侯一百万 老高呢 是债务人 老侯呢 是债权人 老侯呢 要求老高提供担保 那老高呢 他自己有一栋房子 但是这栋房子呢 挺破的 不值钱 市场评估价值只有四十万 老侯不干 老侯说了 咱们俩借款金额一百万呢 你提供一四十万的担保 不够 老高说 那我再找个保证人行吗 老侯说行 于是呢 老高又找到了老赵 老赵说行 我来当保证人 那我保证 如果老高到期 不偿还债务的话 那我来 偿还 你看 这里边 既有物保 又有人保 对吧 那 我们说 这就叫 共同担保 在共同担保的情况下 我们要去看一下 这个物保是谁提供的 如果物保是债务人自己提供的 这就是债务人自己提供物保的情况 对吧 那 作为债权老侯 在行权上 是有一个先后顺序之分的 如果债务人到期不能偿还债务 老侯要先就该物的担保 实现抵押权 不足清偿的部分 才能找保证人老赵 承担保证责任 为什么 这个是为了司法程序的简化 如果说老头找到了老高 先就该物的担保 去实现抵押权 依法拍卖变卖 能够获得全部清偿了 你就不用再找保证人了 因为你找了保证人 保证人承担完保证责任之后 翻回头来 是不是他还得找债务人老高去承担责任 因此这块会费二道士 那我们就规定了一个先后顺序 这就是共同担保 在债务人自己提供物保的前提下 这是他的背景 当这个背景如果你理解了 那接下来就是放弃权利的事了 是吧 站在老侯的角度 老侯跟老高关系好 老侯说了 这么着吧 我把这个抵押权放弃了 如果老侯放弃了抵押权 然后接下来老高 到期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下 老侯直接找到了老赵 要求老赵承担一百万的保证责任 你们觉得对老赵公平吗 老赵正常情况下 是不是只应该承担六十万的保证责任啊 但是由于老侯放弃了对老高的抵押权 翻回头来找老赵 要求其承担一百万的保证责任 对老赵不公平 所以法律不支持 他可以主张在你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责 所以老侯只能要求老赵承担六十万的保证责任 这法律是支持 这就是这一个条款所要表达的意思 是吧 所以当背景理解清楚了 这一条往下一延伸就很好理解 来我们看题 这是一道单项选择题 说同一财产向两人以上的债权人抵押的 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价款 应当按照误权法律制度的规定清偿 那么下列个项中不符合规定的是谁 A说抵押权已登记的 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顺序 确定清偿顺序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只要登过季了就按照登记顺序 B说抵押权未登记的 按照债权比例清偿 未登记不看合同 一律按比例 正确 C说抵押权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手上 没问题 D说抵押权未登记的 按照抵押合同 生效时间的先后顺序清偿 未登记 这俩都是未登记 所以B对了 D肯定是错的 未登记一定记得不看合同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就是D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单项选择题 这道题呢 是我们指南上册209页的立体9 这道题本身没问题 就是这个表述啊 就让人觉得 有点牙唇 所以呢 我们就给他调了一下 这道题呢 是这么说的 说2021年的1月呢 赵某以自己的游艇做抵押 向假银行贷款20万元 办理了抵押登记 2021年2月 赵某又以该游艇抵押 向侯某借款10万 但是未办理抵押登记 2021年3月呢 赵某以该游艇抵押 向银行贷款20万元 办理了抵押登记 后因赵某炒股亏本 导致上述债务均无法偿还 三位债权人 你变卖抵押物 以实现抵押权 下列关于假银行 侯某和乙银行 抵押权顺位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是谁 你这道题从头到尾 就考了一个顺位 我们就把三人排个序就完了 是吧 那这里边 如果抵押先看登没登记 对吧 不动产 如果抵押没有登记 他都没有抵押权 你都谈不上排序的问题 如果是动产抵押的话 他未经登记 不能对抗善业第三人 对吧 所以后者的抵押 你没抵押 你没登记 那我这个抵押 我不知道你之前抵过呀 是吧 我可以以善意第三人为由 去对抗你 所以为什么我们排序 排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背景理解之后 排这种题目的时候 你先看他登没登过记 这里边三个抵押权 有两个登过记 是吧 假银行的 登记了 乙银行的 登记了 但是老侯的 没登记 这不是老侯的风格呀 是不是 但是题目就是这么出的 那就没登记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了 已登记的 先于未登记的 所以虽然以银行 他的抵押合同在后 但是他的抵押权的顺位 却比老侯在线 但是他跟假银行比 俩人都登记了 要看登记的时间先后 那么很明显 假银行是一月登的记 银行是三月登的记 他肯定排假银行后边 那就出来了 第一个是假 第二个是乙 第三个是老侯 对吧 所以后边这个排序 哪个是按这个顺序来的呢 就是C选项 这个B选项呢 他把假银行和乙银行 排成了同一顺位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第六个内容 是价款债权抵押权 价款债权抵押权呢 也是属于我们在 抵押权顺位当中的规定 他呢 又称之为叫 卖方的超级优先权 在民法典当中 之所以规定价款债权抵押权 他的本意 是鼓励信用消费 在鼓励信用消费的基础上呢 我们要去保护卖方的权益 所以就赋予了卖方 他的抵押权的一个超级优先的效率 有特别人说你在说什么 我在交代背景 背景清楚了 条款就清楚了 原因是什么 鼓励信用消费 然后保护卖方权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价款债权抵押权的一般规则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 是抵押物的价款 你先知道他抵押的内容是什么 是吧 他担保的是抵押物的价款 好 那么只要他在标的物交付后 10日内办理了抵押登记 只要满足了这个条件 OK 那么抵押权人就优先于 抵押物买售人 其他担保物权人去收藏 但是注意一下刘智权人除外 为什么刘智权除外 我们在前面实际上交代过了 因为刘智是法定权力 他跟抵押和质押不一样 抵押和质押 他的权力 是当事人之间约定的 抵押合同和质押合同 它是来源于约定 而刘智是一种法定权力 所以刘智是老大 其他靠边站 你的价款债权抵押权 我们将之称之为叫卖方的超级优先权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V 什么 I P 但是你也仅仅只是个VIP而已 而刘智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VVIP 是吧 所以你再优先 优先不过刘智 举个例子说吧 比如说老赵呢 跟4S店 购买了一辆汽车 我们知道现在买汽车呢 都鼓励你贷款 是吧 那这个4S店能挣笔手续费 约定呢 是一年内分四次付款 当然一般的这个贷款呢 都是跟银行 所以你是4S店给的贷 还是银行给的贷 都无所谓了 总之一句话 4S店或者银行是债权人 老赵呢 是个债务人 贷款不可能便宜 你说什么担保都没有 就贷给你钱 不可能 对吗 所以呢 站在4S店或者银行的角度呢 他会要求你提供一个抵押物 但是这是一个过程 你得一步一步的走 咱们先签买卖合同 签完买卖合同之后呢 老赵呢 他就可以把这个车提走了 对吧 然后呢 老赵呢 正好这个阶段呢 他在跟银行 谈贷款的事 他找以银行准备呢 这个借入一笔经营性的借款 期限呢 是半年 以银行呢 也在要求他提供抵押 老赵一看 哎 正好我手里有这辆车 所以呢 他就拿这辆车 先去办理了抵押 然后呢 4S店或者这边这个银行 要求老赵办理抵押的时候 老赵又拿这辆车办理了抵押 那我们来 把这个时间写上啊 4月1号这一天呢 是老赵跟贾斯S店签订了汽车买卖合同 然后交付标的物的时间 自合同签订制纪 合同成立 自标的物交付制纪 物权转移 对吧 好 拿到车之后呢 在4月5号这一天 老赵呢 跟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 然后用这辆汽车作为抵押 签订了抵押合同 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汽车是动产 所以自签订抵押合同之日期 抵押权就设立 登不登记其实无所谓 登记了的话 那他就是这个能够对抗善业第三人 就是你知道 他跟银行之间的抵押权 是4月5号设立的 而且登没登过季呢 我们说登记了 好 接着往下来 在4月10号这一天呢 在4月10号这一天呢 老赵呢 跟甲斯S店或者是银行 对这个价款债权 抵押权办理的登记 你看 这个抵押物 担保的债权 是不是抵押物本身的加款 所以这就叫 价款债权抵押权 什么时候登记的 是不是 10日内办理的 4月1号4月10号 所以你看 如果按照一般的优先规则来讲 两个都登记的情况下 应该是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 那么如果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 应该是 以银行的抵押权 优先于甲斯S店的抵押权 对吗 但是我们说 为了鼓励信用消费 保护卖方权益 我们就赋予了外方一个VIP的权利 什么VIP的权利 叫做价款债权抵押权的超级优先效率 只要抵押物担保的债权 是抵押物自己的加款 只要他在10日内办理的抵押登记 那就优先于在这个担保物上设定的 其他的担保物权 所以在10月5号这一天 跟以银行的借款到期 无力偿还的时候 以银行在主张 行权的时候 那你说他是主张第一顺位的抵押权 还是只能主张第二顺位的抵押权呢 我们说这种情况下 以只能主张顺序再后的抵押权 因为顺序再先的抵押权 是人家假的 这就是价款债权抵押权的超级优先效率 接下来就是今年的新增内容了 今年呢 在超级优先权部分呢 又新增了一个在浮动抵押和融资租赁中的适用 其实在浮动抵押和融资租赁当中的适用呢 这俩你只要理解了一个 另外一个也就自然理解了 但是呢 无论是浮动抵押还是融资租赁都是后边的内容 浮动抵押是我们抵押权的最后一个支持点 而融资租赁那是在后面合同法里面的一个分择里面的东西 但是这一块呢 我们又要去用它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适用前提 它说担保人呢 在设立动产的浮动抵押 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之后 又购入或者以融资租赁方式成租了新的动产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是满兽人取得了动产 但是没有付清价款 或者成租人是以融资租赁方式占有的租赁物 但是没有付清全部租金的情况下 又以标的物为他人设立了担保物权 总之一句话 你会发现这里边是购入或者以融资租赁方式新租入 取得了动产 没有付清价款 或者成租人是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 你会发现这种情况下都是属于信用消费 对吧 我们讲了超级优先权的目的在于 就是鼓励信用消费保护卖房权益 所以你看他的适用对象就是出卖人 就是债权人 就是出租人 这不就相当于卖方吗 在该动产上设立抵押权或者保留所有权的出卖人 为价款支付提供融资 而在该动产上设立抵押权的债权人 以及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该动产的出租人 对吧 那如果我们用这个抵押物进行担保的话 那担保的不就是他的加款吗 是吧 所以他的满足条件还是要满足这个时日登记 叫做为担保价款债权或者租金的实现 而定立担保合同 并在该动产交付后十日内办理登记 交付时日 那么结果呢 就是上述的出卖人 债权人出租人 可以主张价款债权抵押权的一个超级优先效率 这个东西如果你想完全理解的话 你必须得先知道什么是浮动抵押 所以这块实在是绕不过去了 就我们在前面讲这个抵押物的转让的时候 其实就谈说这个正常基因规则是从浮动抵押那块套过来的 那块呢 我们就刻意的没有再展开来往下去说 但是在这儿真的是绕不过去 我们不可能等到讲完浮动抵押 翻回头来再去讲这个超级优先权的使用 所以呢 我们在这儿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浮动抵押 让大家先对浮动抵押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然后回过头来你再去看这个点 你就知道它怎么回事就行了 什么叫浮动抵押 它指的是企业个体工商户 农业生产经营者 可以将现有以及将有 这是它的特点不仅仅是你现在有的 你将来的也可以 现有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 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 那么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 或者发生了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时 那我们的抵押权人 我们的抵押权人 也就是这里的债权人 就有权就抵押财产确定时的动产去优先收场 所以呢 你会发现浮动抵押呢 它的抵押财产的价值 在 你不履行到期债务 或者是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之前 它是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发现了吗 为什么它叫浮动抵押 为什么它叫浮动抵押 是因为你把现有以及将有的设备原材料 半成品产成品都抵押了 就有很多的小企业 它要介入流动资金 它又没有说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怎么办 干脆就这一堆东西我全打包一块全抵押了 不仅仅是现有的还有将有的 那么你在抵押的时候 这个财产可以不确定 可是呢 到实现抵押权的时候 你的财产是不是要确定下来啊 所以当发生了当事人约定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时 作为债权人 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去确定抵押财产 确定完抵押财产的价值之后 他就可以就抵押财产去优先收藏了 这就是我们的浮动抵押 浮动抵押的特点在于 在抵押期间 涉押财产是可以自由流转的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原有的正常经营活动规则 就是从这儿来出现的 举个例子说吧 比如说老赵呢 跟老侯借款一百万七千六个月 老赵是债务人 老侯呢是债权人 他借钱的目的是用于经营周转 老侯呢要求他提供担保 老赵这儿呢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价值一百万 老侯说干脆那咱们就浮动抵押吧 老赵说行 于是呢 老赵把他的原材料 半成品 产品 还有设备 一并抵押给了老侯 而且是现有的和将有的 一看就知道了 老赵是个生产桌衣板凳的人 是吧 那么一个工厂 这就叫浮动抵押 在五月一号这一天 双方签订了抵押合同 浮动抵押只适用于动产 所以对于动产来说 自抵押合同生效之日起 抵押权就已经设立了 但是我们有一个规定叫未经登记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对吧 好那登记 在五月十号这一天 双方当事人 办理了抵押物的登记手续 办理了抵押物登记手续又如何呢 在八月十号这一天 老赵呢将一批 产成品桌子卖给了老高 这个呢我们说叫正常经营活动 抵押期间施压财产可以自由流转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它没有脱离循环 你把产成品卖了 卖回来的钱干嘛用了 是不是用于购买原材料 原材料还要再生产半成品 半成品还要再生产产成品 对吗 你借入借款的目的 本身就是为了用于经营周转 所以如果我不让你卖 那你借钱的目的也就没有了 根就没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循环这种经营 你说对于债权人或者叫抵押权人来讲 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呀 当然是有利的 你必须得让它的资金流转起来 让它生产的产品卖出去赚了钱 然后再去购买原材料 生产半成品 再去生产产成品 外卖 它才能挣到钱 才能够去还上你的钱 你才能实现抵押权 对吧 所以我们就说 抵押期间施压财产可以自由流转 那作为我们的浮动抵押的债权人 不能够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 已经支付合理对价 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收人 所以在10月31号到期的时候 如果老侯主张 对8月10号转让给老高的这批桌椅 行使抵押权 说我们物权有追击效力 这个是不会得到法律支持的 因为这是正常经营活动 但是10月31号 它是一个临界点 我们管这个时间点叫结晶时点 为什么管它叫结晶 因为在之前 你的抵押财产的价值是不确定的 它处在一个上下浮动的状态 对吧 但是一旦到了债务到期 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 我要实现抵押权的时候 那么浮动状态的抵押财产的价值 我们就要让它变成固定状态 从浮动到固定 物理上是不是就是一种凝固 结晶吗 是吧 法律选了个词 好听就叫结晶 这就是结晶时点 那么一旦结晶之后 这个涉压财产就不能再卖了 所以在11月10号的时候 老赵帕老侯建卖抵押物 又把他库存商品的产成品桌子 卖给了老高 这个还算正常经营吗 这个可就不算正常经营活动了 所以即使老高主张善意也没用 我们登国记 是吧 那我们说未经登记 不能对抗善意敌三人 登过记就可以对抗善意敌三人 对抗善意敌三人 并不意味着这个桌子不归你 所有权还是你的 只不过呢 我的物权追击效力 我可以继续主张行使抵押权 要求优先收场 法律是支持的 这就是浮动抵押 好了 当浮动抵押你理解了 那么浮动抵押和价款债权抵押权的 这个结合 浮动抵押和价款债权抵押权 超级优先线的结合 也就好办了 来我们接着说 老赵呢 还是跟老侯借款一百万 期限六个月 老赵是债务人 老侯是债权人 老赵呢 还是以其现有仪将有的 原材料半成品产品 还有设备 一并 抵押给老侯 设立了浮动抵押 期限呢 是五月一号 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 抵押合同 那么合同成立 抵押权在五月一号设立 然后双方还是在五月十号 办理了抵押登记 看登记是零 这个抵押是五月十号等的 好 那么接下来 在八月十号这一天 老赵呢 通过融资租赁 从假设备租赁公司 购入了一套桌椅板凳的生产线 然后呢 假设备租赁公司 要求老赵提供担保 老赵呢 就用这条生产线 办理的抵押 这就叫做抵押物 担保的债权 是抵押物的价款 对吧 然后呢 抵押物呢 是八月十号交付的 自交付之日起 十日内八月二十号 办理的抵押登记 你看看 这俩是不是 浮动抵押登记在先 融资租赁抵押登记在后 但是那又如何呢 人家是VIP 所以 根据价款债权抵押权的 超级优先效力 假设备租赁公司的抵押权 要优先于老侯 当然仅限于在 该设备之上 这就是浮动抵押 与超级优先权的结合 然后再带上融资租赁 理解了吧 这个东西理解了 这个点基本上也就完事了 往下来 我们看题 这是一个补充题目 第九个补充题目了 这是一道判断题 说2021年8月8日 假公司向乙银行贷款 100万元期限一年 并以现有的 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 原材料 半成品产品 一并抵押给乙银行 当日就办了个抵押登记 什么时候办的 当日哪一天 2021年8月8号 2021年的8月20号 假公司通过融资租赁方式 从丙设备租赁公司 租入了一台生产设备 期限五年 年租金15万 为了担保租金的支付 以该设备办理了抵押 并于2021年8月28日 办理了抵押登记 8月20号交付的 8月28号办理了抵押登记 自交付之日起 10日内 好 那么2022年的8月 一年了 是吧 假公司无力偿还 以银行的贷款 和丙公司的设备租金 则实现抵押权时 以银行的抵押权顺序在先 因其先与丙公司 办理了登记 如果按登记的顺序来讲 以银行的登记 确实是8月8号 而丙公司的登记 是8月28号 差了20天 但是人家是什么 人家抵押物担保的债权 是抵押物自己的价款 我们叫价款债权抵押权 所以人家是VIP 拥有价款债权抵押权的 超级优先权 而且满足条件吗 是不是抵押物交付之日起 10日内办理的抵押登记 是的 所以他就优先于 在该抵押物上设定的 其他担保物权的物权人 因此这种情况下 应该是丙公司 抵押顺序 抵押权顺位在线 所以这个题 他的说法是错误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七个内容 抵押权与治权并存的 受偿顺位 同一财产 既设立了抵押权 又设立治权的 那么拍卖变卖 该财产所得价款 要按照登记和交付的时间先后 去确定清偿的顺序 其实我觉得这一条 放到治权里面去讲 可能会更好一些 是吧 你在抵押权里面 就谈一下抵押权的顺位就行了 但是我们呢 在这儿呢 既谈了抵押和保证的关系 又谈了抵押和治权的关系 还谈了抵押和流制的关系 实际上在抵押里面 他就一勺把这些东西都毁了 既然他一勺把这些东西都毁了 那咱们在这儿就给大家做一个整体的总结 就完事了 是吧 首先 如果说既有抵押 又有治权 又被流制 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说当然可能了 比如说老赵有一辆汽车 跟老侯借款的时候 办理的是抵押 然后呢 跟老高借款的时候呢 办理的是质押 老高把这车开走了 结果开的路上光当给撞了 又送到修理厂去修 结果又交不了修理费 又被修理厂给扣下了 是吧 在同一动产上 既设定了抵押权或者治权 然后又被流制的 一定记得谁最优先 流制权优先 对吧 流制是老大 其他靠边站 因为他是法定权力 好 那么流制权往下 第二位 如果你把刘志全 称成VVIP 那么第二顺位就是什么 第二顺位得是VIP 谁是VIP 价款债权抵押权的 超级优先权 对吧 价款债权抵押权吗 超级优先人是VIP吗 是吧 所以我不看跟你之间的 登记的先后顺序 你哪怕在先 我也优先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说 刘志全除外吗 好 然后接下来再往下 就是抵押权和治权 抵押权和治权呢 这块又分 如果都是抵押 那就是一二三 对吧 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 均登记的看登记的顺序 均未登记的看什么 看债权的比例 对吧 三块 那么如果说既有抵押权 然后又被这个 既设定了抵押权 然后又将这个标的物出制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的是什么 我们看抵押登记 和治权的交付 他们俩谁在先 如果登记在先 交付在后 那就是抵押权优先 如果是交付在先 登记在后 那就是治权优先 看登记和交付的 现后顺序 就完事了 所以就着这一条 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些顺位问题 我们就给大家整体排了一下序 你知道有VVIP的事 有VIP的事 然后再加上抵押权和治权 他们俩之间怎么比较的事 就行了 这一块内容 从网界的考试来看 是我们主客观题考核的 一个核心考点 就主观题和客观题 在这都是大考特考 所以一定把这些顺位的问题 搞清楚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八个内容 就是抵押权的处分 注意 如果债权转让的 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 一并转让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 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抵押权 它是一个从权利 就像抵押合同是从合同 是一个道理 是吧 所以如果主债权转让了 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 就要一并转让 但是如果当事人有约定 说债权不得转让 一旦转让 我就不承担担保责任了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约定的话 那债权转让 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 是一并转让 因为债权的转让 它并不会增加抵押人 承担抵押责任的风险 这一条 知道就行了 往下来 第九个内容是抵押权的保权 说抵押人的行为 如果足以使抵押财产价值减少的 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抵押人停止其行为 抵押财产价值减少的呢 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恢复其抵押财产的价值 或者提供与减少的价值相应的担保 如果抵押人不能恢复抵押财产的价值 也不提供相应担保的 那么抵押权人就有权要求债务人 提前清偿债务 什么意思 这不就常识吗 比如说老侯跟老赵 两个人之间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 老赵跟老侯借款十万 然后把自己的汽车抵押给老侯 抵押完了之后呢 不转移战友 这车还在老赵呢 可是老赵不好好开 今天从这个车上卸个轱辘 明天从这个车上卸个椅子 后天把方向盘给卸了 你说这个是不是就是抵押人自己的行为 足以导致我们的抵押财产价值减少 如果让抵押人这么拆下去 等到到期不能偿还债务 实现抵押权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辆车什么都不剩了 就剩个壳子在那扔的 所以作为抵押权人老侯就不干了 不干之后怎么办呢 首先第一个跟老赵说了 你别拆了 停止其行为 好第二个 你已经拆走的 请你给我安上 是吧 抵押财产价值减少 我要求你给我恢复价值 老赵说了 我没法安了 我那咕噜什么烂七八糟的 我都卖了 那怎么办 那老侯就说了 那你提供一个与减少价值相当的担保吧 是吧 这就是第三个 老赵说了 那我们家就这一辆车值钱 别的都不值钱 是吧 我提供不了 也不能恢复 那老侯说了 那这么着吧 你还我钱吧 是吧 所以这就是第四个 叫低压权人 有权要求债务人 提前清偿债务 那就是基本上 这就是什么 我来说的 我觉得这就是 那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你才不会的 那就是这陈所